平日上午卖场人潮络绎不绝 民众最爱买的是这些 美食卖场上季最热销的明星产品 不是美食日用品或是热销3C 而是最夯的黄金 就是沉甸甸的金条 上季卖出超过一亿美元 尤其是这款受到追捧 吉祥龙年造型精致图案花纹细腻 2024年龙年限定金条 几乎上架就被华人秒杀 实际询问卖场人员 也说不清楚补过时间 看看社团讨论 有人搭载卖场金条品质好 也有刷卡回馈 还有民众说买了黄金套组 价格一年涨了一万五千多 不过也有人认为价格要看运气 现货金价今年来上涨约百分之十二 小谋预期美国利率有机会下滑 现货金价明年渴望先蹲后跳 短期内回挡至一千九百美元 但年终开始反弹 最高涨到每盎司两千三百美元 卖场龙年尽快 保值又有纪念意义 还没过年就先期抢购风潮 再来一期为张提强的自由造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